没钱 那你就更别谈找对象了 我曾经刚来北京的时候呢 我就暗恋过一个女生 我就试探性地就问过她 我说老妹啊 就是 就是说 就是说你别糊润我啊 我就问你个问题啊 说有一个是一个丑男和一个帅哥 你会选谁做男朋友呢 他说这个问题那我要选 那我就选有房子的那个吧 一直以来 我觉得自己岂是一个帅子 就能形容得了的人 怎么着也是那种英俊潇洒 风流体操 我不开口则已 一开口 便让你捧腹大笑 可是 为什么今天的观众现场那么冷淡 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 是我的段子 不够搞笑 还是我讲的不够搞笑 还是观众的笑点太高 或者是这个段子的段位太高 会有内涵呢 到底是为什么 为什么 到底是为什么 哼 又可是 就算你整期节目 你给我的都是 都教授那张雷打不动的脸 也没有关系 因为站在这个舞台上的 依然是我 不是你 你笑点真晚 现在你们承不承认 北京的房价太贵了 是吧 可是对于我们这些北漂来说呢 这个房价太贵 买商品房太贵 买京市房吧 就没有资格 所以当年我在北京的时候 在出租屋里边 天天吟诵的 就是那首诗啊 我觉得我的境遇就是 哭疼老树婚鸭 小桥留给人家 但是我也没有放弃 我告诉你 我希望用实际行动 来打动我心目当中的一个女神 真的 后来呢 反正我也不联系她了 但是我就默默地关注 她的微博 她的微信 发的每一条留言 我都上面默默地去点赞 我就希望有一天 她能够再一次注意到我 我就这样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 后来呀 终于有一天 她把我拉黑了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前半的故事场 在一面 打打你天天傻乐歌 你是怎么做到的呢 我这么忧伤 你还在那 还想 长出京剧脸谱了你啊 我跟你说朋友们 那时候啊 我逛商场 我真的囊中羞涩呀 我放眼望去 在我眼里 所有的商品 只有 一种是自己不喜欢的 另一种 是我买不起的 我的经历 其实跟黄渤一样啊 为了梦想 来北京打拼 我小时候 梦想是什么呢 我是想做歌手 做明星 做一个诗人 发财 娶个美女回家 你现在回头看看 我的那些梦想呢 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点 你们发现了吗 就是 他们都没实现